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辅导台北市博爱国小成立示范据点 这个计划结合福治文教基金会 推广校园书时的经验 首先举办小田园师资培训课程 并于1月27日结合游戏《玉角娱乐》 来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 记得来 还有吗 老师有提示 看老师 老师在提示 基金会志工 藉由图片 帮助大家认识当即作物 再透过体验箱的接触 摸一摸 闻一闻 猜猜箱子里面究竟是什么菜 从简短的问答中 激发小朋友的好奇与学习的兴趣 拼拼看 玩一玩 从香草拼图的游戏中认识香草植物 这样还不够 再来个下午茶 闻闻看 喝喝看 从品尝的过程中 让小朋友体会天然食物的好味道 来 杯子在这边 超好喝的 更务实的是 开辟校园的闲置空地 作为孩子农耕的小天地 实际动手做农物 薄荷 迷迭香 葱 莴菊 高丽菜小苗 在义工与老师的带领下 小朋友亲手将他们一一种下 我们每天都要来欠他 当然要啊 慈兴基金会以协同教学的方式 协助老师带动教学 将一堂农夫课 变成多元化的课程 让都市的孩子 在食作过程中认识植物 学习友善土地 感恩农友 也很特别 因为可以感觉到农夫的辛苦 蔬菜感觉很好 然后又可以美化环境 基金会的专员孙仁毅指出 小田园教育计划 是将食农教育的理念 融入现行语文 健康 社会 艺术 与自然科学的领域 不会额外增加课业的负担 孩童们从亲自触摸泥土 种下小菜苗的过程中 学习认识食物与生活的关联性 了解环境 土地与食物的重要性 进而培养知足 习福 感恩的态度 谢谢小田园教育 谢谢小田园教育 地瓜高高 谢谢小田园教育 在邻近台北市政府 这个每坪200万豪宅伶俐的信义区 小小的农田更显得意义重大 绿色城市的愿景就从这里出发吧 我爱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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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